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遊戲時光機,我是實況主,並於 唉,2020的最後一天啦 我們希望這難過的一年趕快過去 那我們今天繼續開台玩夜勤人啦 上次呢,我們成功轉職成為一名合格的冒險者 以及我們的冒險商店經營人啦 也幫村莊招募了鐵匠跟藥劑師 那今天我們就繼續 想辦法在裡面多打點寶囉 進入 那剛剛影片的前面 其實還有一段開台的插曲 小插曲 就是我進來才發現我的東西不見了 然後原來他睡覺是紀錄點 所以之後要特別記得 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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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的範圍比較廣一點 嘿嘿 好打 所以三用不同武器的特性也很重要 這個碰到就算了,真麻煩 好痛喔 這個必須在抵或是頂 跳下去是有東西的,之後再說 地圖是喔,地圖是這個 魔石 喔喔喔 這是什麼 RT,這是什麼 魔石卷軸,不知道幹嘛的 嘿嘿 可以回去了 錢已經存夠了 好像三百塊吧 WAT SHIT 啊 怎麼會 虧 虧 啊,我又忘記了 要把最有價值的放在最上面才行 所以我保留了一部分 負能水晶 這個價值比較低,這個要放 這個放下面 目前這樣子 重新來一次 喔喔 你用攻擊範圍的殘局偷襲他 這個好東西耶 這都是好東西耶 這都是好東西耶 可是這個更好 強化缸超好的 恢復全水 恢復全水 目前就是習慣死透過大劍的 大範圍攻擊 偷打的怪物 啊 啊 歪了 剛剛那個字 等一下,剛剛那個什麼 能量結晶也是很貴耶 喔 我是不是直接敲到洪水罐啊 我是不是直接敲到洪水罐啊 我剛好能敲到洪水罐 帳篷,這是之前的營地嗎 今天標誌著我踏入地牢的另一步 人們在尼歐卡的不遠處發現的地牢 尼歐卡是火山北部的一座名人小鎮 地牢堪證獨一無二的地牢 一次有許多冒險家進入一個地牢 但沒有人會聯手 這些地牢圍繞了一個路口建造 每個人都會有獨一獨二的冒險經驗 沒有相同的迷宮 但一定有人問 如果當前地牢沒有了 那它是否存在 現在 這些都是疑問 有已經有許多人來地牢的冒險 完全無視的內部的兇險 已經只想淘盡沉迷 但我不是 我的地牢是 我的問題是地牢來自哪裡 為什麼他們不斷切換變換 裡面為什麼到處都有寶藏 我們是在尋找什麼 我是在尋找根源和為什麼 喔喔是個成學家存在呢 是啊如果照他講的確實如果 欸啊你不給我點東西喔 地牢到底是怎麼樣運作的呢 所以遊戲其實還是有文本跟故事 我能不能把這些收集起來啊 還是我的文本裡面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這些東西啊 就是這些會不會累積在我的文本裡面 我要想要他累積下來 日記 日記到底能幹嘛 是以後有活動嗎 商人 啊這個沒有了 啊他那個文本沒有辦法查看好可惜喔 我想要他跟那個到這裡採一樣 文本會也會存下來 這樣就可以看文本 欸 剛剛有這裡嗎 剛剛沒注意到 哦 是地板的 啊一塊錢都不給我喔 好喔 好喔 老掌櫃 這是我的父親嗎 好喔 沒有取決好那個距離的麻煩 不同的鑄造餐飾品是不是啊 好麻煩喔 好麻煩喔 這種東西 200塊錢就快回去 這 就回一點血好了 可以把紙拿走嗎 好想把這紙拿走 去回一點血 完了 能在地牢多久是多久 慢慢的把整個效力都吸光了 欸 噓 等一下喔 欸 翻這邊 嘿嘿 我還是可以的啊 慢的 啊 負能水晶 只能這樣子喔 補個鞋 欸 啊 沒囉 可惡 這是什麼 告訴我白天那媽也是 那是火嗎 好 我知道他是什麼了 欸 SHIT 掉下去了 好 還有這種東西 所以時間是有限的是不是 就是我能在地層待多少時間是有限制的嗎 不是我想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鬆動的地板 欸 他把我的東西吃掉了 這卑鄙的東西 沒多少空間的欸 沒多少空間的欸 欸 靠 滾下去 不行 快死了 快死了 不行 快死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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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時間是有限的 好 這樣就知道了 使用到最成功逃脫 欸 我按錯了 沒關係 可以 他會回來 那還好 這是往哪裡 閱讀 往地老 為什麼這裡是往地老 喔 所以 從哪裡都往地老 這空間上不太科學 不過沒關係 所以 這個要留著 哇 這堆都要留著欸 可是我沒有錢欸 這其實都要留欸 怎麼夠 欸 欸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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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上 所以最多帶五瓶是一格喔 了解 那多的就不要再買 就可以留下來 先繼續去賺錢吧 蛤 蛤 這樣好 噢 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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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按成補血 好危險 嗯 再一趟再賣吧 所以他們都要多東西賣 所以他們都要多東西賣 一趟 對 按錯 所以他們有很多東西賣 對 按錯 對 按錯 對 按錯 欸!你捨身攻擊那是沒有夠哭的欸你們 布料 沒事喔 等一下...這也是哪裡 神秘的地方 蛤?這也是阿利亞 蛤? 不懂 沒有路啊?這什麼東西?按錯了 算了沒關係,我補啊,洗澡 老包太小了 兩百,還好 唉唷,這是什麼東西 不是這個吧,剛剛拿到不是這個吧 唉?我為什麼被傳到森林... 唉唷? 好喔 又是影帝,這是上次的一個嗎? 會動的眼神 不是,還打回去 石魔的...喔,石魔核心啦 一般人會是打回去的,不是逃跑嗎 我媽可能是,我是帶小鬼 我媽可能是,我是帶小鬼 好喔 加四十幾塊,喔喔喔喔,這個東西這麼貴 這都是一樣的耶,只要在泉水這一間都是一樣的 這都是一樣的耶,只要在泉水這一間都是一樣 欸嘿,我已經掌握打你的技巧了 沒問題 OKOK 嗯?下面有東西耶 欸,就就就就就,等一下 等一下 欸 歪了 走歪了 先,先,先布滿血杯 可惡 喔 可能快沒效力了 那這是什麼? 咻 吸進去 流浪者地老 好 這是幹嘛的啊 蛇 蛇 卑鄙的外向認知處 呃,滿了 好 好 糟糕 這個先留著好了 畢竟這應該不容易拿到 以我現在的進程 這個是最高架的 雖然摩死也很重要 按錯 這樣子吧 哦 又是那卑鄙的東西 看我的卑鄙之處 哦 他好像是我成功閃避才有 才會的意耶 好哦 摧毀指定方向的誤擊 這個不要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換錢 放下後摧毀指定方向物品的誅咒 好,算了 那個賣掉沒關係 不如地老中保持隱藏 欸,其實我現在帶很多東西了耶 但是我血還很多 我想多走 欸 哇 還是要趁他攻擊的時候閃躲才行 不出邏輯都是這種邪肉 都是斷尖的,這個馬上就賣掉了 六十八塊 六十八塊 嗯 欸 對齁,這個可以賣喔 草金 這可以賣掉 加一塊錢 天啊 帶回去也是兩塊錢的東西 補一下 不要讓錢那麼少 好 虛假死來了 靠分裂 先處理小隻了 先處理小隻了 欸 直接飛到我眼前賞我一巴掌欸 這隻有夠過分 離開地牢獸神器會消失 蛤 蛤 我準備要回去了 所以你才告訴我離開地牢獸 這是幹嘛的喔 喔,武器耶 這這這這怎麼會扣血 盜賊護手 喔,有介紹 喔,迫使對方掉東西 記憶 可是要拿血當代價 他沒血了欸,天啊 不過打起來不知道怎麼樣 喔,我直接進到二層喔 卑鄙他們喔 嘿嘿 超卑鄙戰鬥法 等一下喔 滿了欸 這東西 不是啊 不是啊 牙石 這看來也沒多好啊 沒加多少錢 什麼 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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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卡住了,卡住了 你又引誘他就撞牆壁啊 你又引誘他就撞牆壁啊 欸,我按了 好虧喔 而且我的小劍還不見了欸 嘶 先往前往小鎮好了 好虧喔 彈哪 喔,白天了 好了好了,白天了白天了,被送回來了 好虧喔 啊,這樣好虧喔 東西都沒賺到 而且我的蛋還掉了 我的蛋不見了 對我的蛋不見了 我的蛋不見了 好,這麼多有些蛋不見了 有些蛋沒有我 我的蛋不見了 沒分,還可以不要 好,怎麼會呢 是個蛋不見了 好,但是吃不見了 用不小心热熟 一会儿要留意 慢慢用不小心热熟 再过两个小块 切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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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留一組在裡面好了 為自己先留一組材料 誒? 喔!是V1錯了 這V1錯了 那最終有了 來賣賣看吧 看知道賣出多少錢 我需要更多的防具啦 大劍不錯用 然後不然把我的鈍劍拿 賣掉了 弄掉了 麻煩 稻草可以 十塊錢的鐵算很便宜的 這東西沒多少錢 之前賣五塊錢 賣五塊看看 一些小雜物 主要還是要靠那個 一些磨石啊 什麼之類來賣 喔 這可以 喔呦 術師賣這個價格 這其實好像不太能賣太多耶 其實 斷劍之前有賣過嗎 沒有 我死了 那怎麼沒有人賣啊 為什麼 什麼 那不能剛剛問他說你要什麼 那個價格的磨石是可以的 磨石我剛剛是賣116的耶 110是可以的耶 我再想多賣一點喔 剛剛是賣這個嗎 是鐵劑嗎 12是很便宜的 試試看 這是不斷嘗試錯誤的賣法 然後等著他記錄金額這樣子 12太貴了喔 120太貴了喔 所以在115應該是剛好中間的價值對吧 20的跟...喔 玻璃跟得那麼便宜喔 應該是這麼貴喔 好 該賣一點好貨了 我們即時調整售價 我告訴你 我們即時調整售價 我告訴你 180也還算便宜 好 魔石不行 魔石真的是110而已耶 玻璃我自己是不是都沒有留 好像是 魔石11115會買 但就是比較不開心 買裝備喔 所以我這邊沒什麼裝備捏 所以真的要賣110 可以買裝備嗎 店面太小了 你知道嗎 我沒有裝備可以賣你 全張老伯伯 怎麼辦 家床的盾箭被我弄丟了 全張老伯伯 特區 弄丟了 喔 50這斬箭是 斬箭50是便宜到 魔石100 一百一貴 怎麼可能 一百一段劍是便宜的 一百的段劍是便宜的 不行,我相信一百是可以的 段劍我要留下來 不知道會不會用到 沒有價格 白死 賣個兩百塊 福能水晶 隨便亂賣 今天買的錢根本不夠用 今天賺兩趟的錢根本不夠完 今天只賺一趟 四百塊 應該是太貴吧 太貴 貴到生氣了 貴到生氣了 直接不買 答對著好不好 什麼 魔石 白死兩百塊是可以的 魔石 一百一名就可以啊 買不起喔 白天了 沒有了 保存是在這時候啦 沒有了 就我們今天賣好少東西喔 我們今天賣的東西超少的耶 好吧 沒有把今天失敗太多了喔 這邊這個也是 石魔核心 明明這人就可以喔 水球 這還沒有賣過 知名度低 所以他想辦法賣最下面是不是 可是最下面那個好低耶 喔 等一下 這裡根本就有花線給我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在那邊亂賣一堆 這邊根本有價格的區間 兩塊錢 等一下這個價格的區間怎麼來的啊 是系統的耶 所以我可以參考這個賣囉 原來是這樣 是商人給我的東西吧 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差不多到這邊啦 這就是貪心的下場啊 太貪心了 就導致 虧到翻天 明明可以跑了 無法 訓練大劍 結果現在是剩大劍可以用了 小拳套也掉了 麻煩 嗯 原本是這個嗎 我還一定要最基本的才能做 喔天哪 我要一千塊把這個東西買回來 做回來 要不做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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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呼 哦 有分枝耶 誒 武冬攻擊不斷上升的大劍 還是要做一把就是有特殊效果的大劍 都一樣誒 屬性的還是一般的 原來如此 都一樣 都會有都會有 灰甲就沒有這個問題 灰甲就是一般的做而已 哇 要牙齒喔 喔 這是布的 這是銅的 鐵 鋼靴會比較慢 鐵 鋼的防禦最高但是會減緩 布的最低還加速 鐵是中庸 哇 好多賣光光誒 好吧 好啦 今天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 那下次我們就繼續努力啊 只能說今天太貪了 太貪了 原本可以買再貴的 抱歉啦 各位 好啦 那就這樣子嘍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實況 不妨到twitch youtube fb 在這些地方幫我搜尋 遊戲時光 建議到按讚 訂閱 分享 以及追隨 想看更多不一樣的影片 可以點旁邊的小光光喔 再次感謝各位 遊戲時光季 我是時光準備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